主料,糯米300克,笔记肉80克,香菇50克,青豆50克,辅料,油,盐,生抽,料酒,生粉,胡椒,蚝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将糯米洗净后泡上20分钟,在里面加几滴油,放在电饭包中煮熟,再切好肉丁中加入盐,生抽, 胡椒,料酒和生粉等调材料,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,将锅烧热,放入适量的油,下入腌好的肉丁翻炒,在肉丁翻炒变色后加入些好的蘑菇丁和青豆,一起翻炒,翻炒两下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好油翻炒,并加入盐等调材料,翻炒几下后存入满中备用,将炒好的肉末香菇丁放入煮好的糯米盘中, 再加入适量盐和胡椒,搅拌均匀后备用,在面粉中加入适量水调成熄糊,将刚才准备好的糯米饭捏成团,将其他的米饭全部都捏成团备用,将糯米饭团放入面粉壶中裹一下,将外面裹上面糊的饭团放入烧至六七成热的油锅中炸,不停翻动,炸至金黄色后捞出, 放在厨房纸巾上吸油后腾入盘中,烹饭技巧,一煮饭时提前将米泡上二十分钟,可以节约煮饭时间,煮饭时加入几滴油能让米饭更香,二糯米集中拌入的馅料要提前炒熟,地道的湖北风味一般是用肉末香菇丁,我加入些青豆,刺激按细来的口味随意, 散在糯米饭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调味,这样的饭团味道更美味,撕捏成饭团后,下游找浅果上一层面糊,炸至金黄色即可,由于糯米饭团都是熟的,所以不需要炸横程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